今天来猜一下蓝毛颜色茅台之一 今天为啥要猜蓝毛呢 因为蓝毛已经清产了 这一个是21年的 贵州茅台蓝 蓝毛其实有好多好多种 但是要论这款蓝毛的颜色呢 上前身 它是那个小品量勾兑的 那一款整体的盒子蓝色 好的咱们来看一下蓝毛有一个特点啊 首先呢它在这个右下角呢 是带有一个金贵Logo的 它的酒制是小品量勾兑 对这款酒的 这款酒的我们已经喝过 它喝了一个另外一款带小品量勾兑的 茅台酒 酒制不一样 哪一款呢就是那个 五冰茅台 因为在上周的时候 我喝过这个2016年的那瓶茅台 蓝毛的我是喝过这个21年的明显 不过这个好像也没法对比啊 但是从这个基础酒体来说呢 我认为它两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为啥要猜了一下蓝毛呢 因为蓝毛呢 已经确定停产了 继续停产的原因是什么呢 咱们就不去了一个讨论了 所以说 喜欢的一个颜色茅台 想吃过蓝毛的朋友呢 也可以入手的 毕竟茅台酒只要是一停产了 价格几乎不会往下降 甚至呢还会往上浮动 好 好 好